那真的还是有些困难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上这个议算来讲 我们也并没有打算说跟大家介绍很多这些 我们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些议算的这些基本观念 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实务上来讲 一般人会遇到的这些议算的这些方法 或者是问题跟大家等一下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做个说明 那希望说大家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以后 最少来讲不要说对议算阐事件 那个跟我好谣言我都不懂这样 那我跟各位报告的话 其实当议算你如果说稍微懂 你在做行政上来讲会相对会轻松很多 我来当立法委员以前我是当北商的校长 北商是就是以前的台北商专 那我们那个议长他是我的老师 我说也因为老师的音乐才有来机会来跟这样 那在我的经验里面因为你看得懂 看得懂这些财务报表的时候 看得懂这些议算书的时候 最少你跟学校的会计或主席人员 最少沟通就会比较没有障碍 这点是我想说我们可能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位 好那我们刚开始跟大家介绍了这些以后 我们就再接着的话利用很短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是不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议算书 可能大家都议算是表现呈现书来的 就是在哪里就是议算书嘛 好那议算书是长得什么样呢 好议算书的话大概 这个是我是挑一本那个什么 那个立法院相对比较单纯的 大概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一个 中央政府里面来讲各部会的话 那个像每一年 这个要议算审查之前 那个立法院的工友 都会用那个什么推车 推了那个议算书都好几百本 像我那个柜子都 那议算书是很多啦 那议算书大概它就是长得这些 那议算书它的种类它很多 我想一个中央政府那议算书是 差不多那个书柜大概要摆得 满满的一整柜啊 那那些的话你说要看 什么从何看起啊 你如果说光看到那个的话 你可能就是一个头颗看起来 但是你如果说是有 有一个观念的话 你要知道说议算书虽然很多 但是它的内容不外乎 大概就是这些 第一个就是议算书的一个封面 封面里面来讲一定要讲说 它标示这是一个哪一年度的议算 一个是年度啦 然后它的议算的名称 这是一个中央政府的总议算 然后这是什么 立法院的单位议算 有没有我们刚才有没有讲 总议算下面就是单位议算 那这个是由谁编的 那当然你这是立法院 那你教育部有教育部 国防部有国防部 每一个单位都有一本的 但是它后面几乎都是长得这个样子 然后呢 那议算书里面来讲 它内容很多啦 但是可能是各个不同的部位 他们也是五花八门都不一样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都是 基本上都是包含这几个 这三大部分啦 第一个是什么 你内容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它都是分成这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议算的总说明 总说明就是一些基本的叙述 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说 你这本议算是 你的单位是做什么 你的议算是怎么编的 你根据什么 总是一些背景的一些说明 所以一个总说明 第二个来讲 第二大类的话一定是什么 主要表 主要表里面内容包含了 这三项啊 一个是什么 税入来源议算表 一个是讲 这单位的税入来源 那 再来是税出正式别 还有什么 税出机关别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一开始讲说 它主要表一定是包含什么 税入跟税出这两大类 那我们才在下课之前 有一个人讲 讲说我们审 那个什么 我们是讲税出规模 没有讲税入规模 那个是讲的是讲说 你议算 你立法院一定要审查税出规模 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审查税入规模 这是议算法讲这样 但是在机关边的这个什么样 机关边的议算书里面 他们一定要不要讲税入税出 它两个都要 但是税入讲的就是这个什么 一个来源别 就比较简单 那税出还是要 因为支出还是比较重要 所以它支出的话 它是税出又分正事别跟机关别 那个税出正事别是什么 就是说对你的工作事项 比如说你这个单位 你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 这个是什么 税出的正事别 那机关别呢 它也是同样的税出 但是这个是按照你要做的工作事项 这个是按照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每一个机关 下面就有很多的单位嘛 它是各个机关单位它编的 这个比如说像内政部 内政部是不是又下面有很多单位 内政部有营建署 有什么署 有警政署 有什么署 对不对 它是不是按照机关别里面又再分了 这个是这三个表都是说 任何一本预算书里面都一定要有的 这个叫什么 主要表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附属表 除了总说明主要表以外 这个都是各单位的预算书里面 一对一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附属表 附属表就是针对上面这些表里面 你这一个表只是一个总表 但是你可以再更进行明细的去把它编 这些都叫做什么 附属表 那附属表的每一本 每一个单位的预算书 他们这个差异就很大了 这个可能像有的就是十几项 有的到三十几项 像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刚才看的是立法院 立法院相对他的行政是比较什么 比较单纯 所以他的附属表只有编了十几个 比如说像经济部或交通部 他那个整个的事业规模或工作规模 那就很多 像交通部或经济部 他的预算书可能就厚厚的一本 那他的附属表可能就到四五十项都有 这样 那怎么样的话 你这个是不同的 那你要知道说 预算书他的内容大概都是讲的这些 那我们没有办法说知道说什么 但是最少我知道他在讲的 那我在审查或者在工作上需要的时候 我再根据我的需要我直接去加以 再去找就可以这样子 那这个是他里面的内容 目次 那我们就举例来说很快的看一下 那刚才有讲里面的总说明 对不对 总说明大概就是很多都是用文字叙述 总说明里面包含什么 然后再来的话是主要表 主要表的话 刚才我们说主要表有哪三个表 税入的来源别对不对 有三个表对不对 那来源别的话 他就是把你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说明 然后还有什么 第二个表是什么 税出的什么正式别对不对 你要支出你要做什么事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税出的机关别 那你这里面来讲就是按照你的机关单位来编的这个 那最后的话就是户数表 户数表刚才我们也有讲户数表 它包含了很多嘛 那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说税入项目的说明提要表 那当然还有很多各种表 那我想只是说我们很快看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聊那个 我们在一般预算编制 常见的书师啊 说是书师到底是书师还是 他的撇步我们再看看 有的时候是机议 行政单位他故意要这样子的隐藏 或者是我们把它全部都 时间关系我们全部都 常见的很多 那我们想列其中最重要的这一个什么 像我们今年如果要审查 这个104人我们会有这几个重点 议算编制的时候时常会疏忽掉的地方 就是说这些错误 我们行政单位应该要避免 或我们立法单位我们在监督单位 我们要去讲 第一个就是说议算编制会配合 全国的总资源供需模式 那我们知道说你议算来讲 要不要考虑到你整个的全国的资源的这些模式 这个马总统他那时候选总统他讲 讲633那6是代表什么 经济成长 那经济成长率每年6%对不对 但是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有没有6 这几年有没有6过 没有那如果说我们是根据马总统 他的竞选的政见的话 我们每年议算我们都按照什么 因为你议算来讲你要编的时候 你要不要考虑到你的经济成长率 要啊对不对 你要根据你的经济成长率 你才可以决定你的用人费 你的各种费用 那如果说我们都是按照这一个6来编的话 怎么样 会不会有问题 一定是有问题啊 因为怎么我们事实上告诉我们从来 这几年从来没有经济成长率没有6的 你根据经济成长6的来推估的来变的话 一定都是会有问题 那我还好我们没有按照那个什么 所以马总统的现在就是说台湾还蛮成熟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大家会知道说 选举语言就把它听听就好 不会把它当真啦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 马总统说他经济成长率是6 但是我们的政府编的预算也从来没有按6在编 所以代表说那个讲的是 怎么样子 是随便说一说 但是没有按照6 我们编的我们都按照多少 金建会现在叫国华会 他们过去几年是什么 我们都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会2 会3 会4 但是我们台湾有没有 也没有 我们现在的话甚至都有说 今年来讲连2都保2都有问题啊 那如果说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这整个的估计都有问题的情形之下 你这个预算编起来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说以后做一个行政单位 或者是在编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就给他看说 你这一个经济 你如果说你一开始就错的话 你后面整个都一定都是错的 你就看他编的是不是 他的一个这个供需模式 是不是估计是不是正确 第二个的话就是时长会什么 税入低估造成国家资源闲置 我流去 这个 大概前两三个礼拜吧 这个各位注意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财政部一直在讲讲说 我们的营所税超增了多少亿 一百多亿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 这个报纸上有我们财政部在讲讲说 我们的所得税超增多少 那 这个 各位听到如果这个消息好不好 高兴还不高兴 如果说站在我们个人来讲 我今年还不错哦 我今年我赚的钱比我预估的 多赚一百万好不好 很高兴对不对 如果我们个人可以说 比我预期说 我今年有可能我中了乐透 或今年 我花了什么奖金或什么 我比 在个人来讲我如果说我的收入 超收的话 当然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但是我们的财政部在说 他的税收超增的话 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好不好 这就不一定是好 我们知道说 我们政府的所得税会超增 是不是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说什么样子 我们景气变好了 对不对 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人民的纳税能力提高了 所以我们景气变好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们超收了 但是台湾有没有 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另外一个会让你超收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当时你编的时候低估 那行政单位 他是喜欢高估来低估 如果在税收的税收入 他当然是要低估 为什么 低估来讲 他只要超增的话 他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续讲啊 对不对 就可以继工啊 就可以续讲 但是我们在想的话 你你这样子景气没有变好 你会超收 那代表就是说什么 原因就是说你当时低估啊 那低估的话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当时编的预算 不切实际啊 那第二个的话 他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你的收入如果低估了以后 你可能你的那个什么样子 你会不会影响你的财政政策 会啊 你你把它低估了以后 那你钱不够的时候 你就会去发行公债 会扭曲我们的公债政策啊 对不对 我明明我不用去借钱 但是我去借钱 这样好不好 这样是并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会知道说 税入低估的话 这是很多行政单位 他们会想办法去做这些什么 收入部分的低估这样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税出结构 没有无法均衡发展各项各项国政啊 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说政府的预算 总经费是不是有一定的上限 不是一定的上限 虽然我们讲讲是讲说是量出为路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来讲 你一个政府的经费支援 是不是还是有排挤的现象 那我们如果说你去看一下说 他的结构有没有均衡发展 这几年由于经费比较改善 在差不多十年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台湾有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政府的预算 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都是国防经费支出比例太高啊 有没有 以前我们都是讲 我们要讲反攻大陆 所以什么 台湾是一个复兴基地 我们就是要 所以我们把这个 把钱都要养什么 养部队养买武器买什么 花了很多钱 那你这个国防经费很多的时尚经济 就是说什么 我们台湾的社会福利 我们可能就是相对就是 能够分配到的预算就比较少 我们的国民教育经费比较少 好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说 最初结构是不是有均衡的分配到什么 各项国政啊 其实政府施政来讲是要全方位的 你如果说只有集中在某一个单位来讲 是会有问题啊 这个在中央政府是这样子 在地方政府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各个各个县市各个地方的议会 你可以看出来说政府来讲 有很多尤其是在政府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他很多预算都花在哪里 花在盖房子啊或者什么这些比较容易有那个 或者是说花在哪里 花在那个什么放烟火啊 这些的话是不是有合理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看的地方 那第四个就是中央集权的财政 财政结果影响地方自治发展啊 那中央集权的话 这是我们台湾来讲 因为我们从民国38年以后 我们的政府来讲 把我们台湾定位是什么 反攻复兴的基地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在反攻大陆 所以我们就是采取什么 我们所有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要反攻大陆 这个现在好像 你们有没有听我在讲什么 反攻大陆好像是不是觉得什么 很好笑的很好笑的笑话 现在还在讲反攻大陆 但是如果我们在座如果说年纪 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话 真的 真的我们那个年代 成长的过程里面啊 真的就是反攻大陆啊 如果说男生有当兵 你知道每天早点晚点 就是说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是不是都在唱这些 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 跟我们那室官我们那室官长他还跟我讲 讲说反攻大陆可能吗 他们说老弟啊 你不要这样 哪一天我们国庆之后 哪一次演习 只要我们总统一个令下 我们就打过去 真的在那个年代啊 民国六十几年 那时候还有很多部队中很多那些室官长 他们认为说我们是 我们是要反攻的啊 那当然以现在民国一百多年的 我现在好像 我不想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连我刚刚日友讲讲说 现在在讲反攻大陆 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在讲笑话一样啊 但是我们在讲讲说 在早期民国五十几年 四十几年五十几年六十几年 那时候我们是要反攻大陆 那时候既然要反攻大陆 所以我们就采取的是什么 我们的财政就采取中央集权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 所有的这些政府的财政收支 就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以后会造成什么现象 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 那这个现在来讲 可能有渐渐还是很严重 因为我们财政收支换物还没有修改 还是很严重 但是现在除了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以外 又多了一个什么 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 现在尤其这几年我们 以前是只有两个直辖市 现在变成五个直辖五都了以后 对不对 今年又要再连桃园的时候变六都 那你想想看六都以后 六都之间有没有 是不是六都以后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没有 这六都还是一样有问题 那除了六都以外 又多了一个什么 以前你说一个台北市 一个高雄市 那也就算了 有钱的是这两个 那大家都没有钱 都好像也就是算了 但是现在来讲 又有六都以外 那非六都呢 这中间会不会有问题 一定还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些的话 都是说以后 如果我们要执政的话 我们可能各位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预算里面 会有这些现象 那第五个来讲 这科目的编制不当 隐藏性的预算很严重 科目编制的不当是什么 这个 这些就是数字里面来讲 它可以有很多的 这个什么 很多的这些 调整的空间 这个我们知道 预算是一个 会计很专业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会计的印象是什么 会计是不是 都是什么 都是数字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数字的观念是什么 这个有一个笑话 说你问一个科学家 说1加1等于多少 他会跟你等于 1.99 正乎多少个误差 听起来有没有很精确 有没有一个科学家 你问他1加1等于多少 他会回答你说 1加1等于太极阴阳 然后开始跟你讲一套 你听都听不懂的 是不是这个 那你如果问一个 会计人员 1加1等于多少 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子 他会眯着眼睛笑着问你说 你希望的是多少 听不听得懂 你是不是 你数字 一加1等于多少 会计人员 他问你说 那你要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你要1等于2 我可以给你1 1大1 2可不可以 也可以 1加1小1 2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为什么 这个听起来像个笑话 好像跟我们认知的会计 会计不是都数字 不是都应该很精确吗 其实是错的 因为怎么样子 因为会计本身来讲 会计的理论来讲 我们像物理或什么 这些都有什么 有讲绝对什么 壁士定理啊 什么牛顿定理 都绝对的真理 对不对 但是 会计有没有讲绝对的真理 会计的理论是只有讲什么 一般GAAP就是什么 一般公认会计 会计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 只有说这种方法 是我们大家共同公认的 这个所以说 会计既然有很多的话 所以他这中间的话 你懂会计的人来讲 你就会可以有什么 有很多的这些操弄空间 这个 比如说像 你如果说希望少缴税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说 你如果希望少缴税 你会希望说 你的本期 你的损益是多一点 还是少一点 是不是少一点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说 你报表做起来 你赚钱赚太多 你是不是要多缴税 对 所以 那反过来讲 你如果要跟银行借钱 你会希望说 你的本期损益 是多一点 还是少一点 你如果说 你说做亏损 银行敢把钱借给你吗 你会希望说 夸大了 或什么 希望说我钱赚多一点 甚至怎么样 银行可以切接 我的股票 股票还可以上涨 对不对 所以会计来讲 他有随着不同的需求 他有不同的目的 那有没有操弄空间 有啊 我们不是讲说你在做假账 做假账那就太low了 会计理论来讲 他就可以用怎么样 比如说同样的存货来讲 你可以 他就是可以 你可以用先进先出 后进先出 不管先进先出 后进先出 都是属于怎么样 都是属于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方法 都是对的 那你就怎么样 你如果想要让他怎么样 让你的少缴税 你就让你的损益少一点的时候 你就采用什么 先进先出 你的成本高 你的赚钱就少 你如果像说 跟银行往来 你的损益数字要好看一点 你就采用什么 后进先出 后进先出 那个先进先出 那要少缴税的话 就是后进先出 这个的话是可以 可以透过这不同的合法的 合乎规定的 这些方法的处理 调整变动你的数字 同样的 我们的这些议算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啊 还有很多的空间啊 这个 刚才我们有讲讲说 以前我们台湾是不是说 国防预算是比例太高 是不是被人家骂 对不对 那政府就讲说 好啊那你如果说我国防 国防预算太高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子 我就 他就 他就开始就把它减下来 把国防预算 他怎么减 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就教育的话 三军官校 陆海空军官校 这个 陆海三军官校 这个 这些协校是要培养什么 培养军人 培养军官的啊 他的支出跟国防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本来这个是不是应该列在国防里面 他把没有 这个三军官校本身他也是学校 所以三军官校的经费要编到哪里 编到教育部里面 可不可以 他就跟你这么讲啊 所以说 他这个 他可以把一些什么 把这个科目把它隐藏 把它编得过来 好 那个 三军官校还有很多的这些 部队里面的教育训练 那 你知道说 在当兵里面来讲 有很多的训练 这个 这个跟教育真的有没有关系 并不一定有关 可以把它讲说 没有 这个只要跟协校有关的话 他就把它 学习协校 把它当成教育金会 那马上的话 可不可以把国防金会 减下来 有减下 那我们 你说我的教育文化支出不够 马上就增加 但是 这个只是呈现的地方 但是实质上有没有改变 这个就是 我们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政府组织方案 这个是这一两年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讲说 我们政府组织方案 我们说政府改造的话 大概不是要 看两个嘛 一个就是说 你的人有没有减少 一个是什么 经费有没有减少 那人有没有减少的话 我们知道说 其实 这个政府组织方案 统计下来来讲 人是并没有减少 然后 再来的话 我们再看他的经费 有没有减少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看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看说 补助的费用浮烂 是广结人吗 还是说正常 我们知道说政府 有很多的支出来讲 他这个支出的话是很浮烂 但是有没有达到议席的效果 有很多来讲 他甚至是做什么 做选举的绑装 这个 像我们上个月不是说在 那个宴会的 宴会的那个什么 立法院的审查结束之前 最后通过一个案子是什么 这个六年六百亿的治水方案 那这个治水的议算 有没有哪个国民党敢不敢敢 民进党敢不敢敢 没有哪个政党敢敢 因为怎么样 这个跟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关的 你如果说好啊 你把它删删看 哪一天如果真的台风 或做大水 如果淹死人的话 不被骂死才怪 对不对 这个钱照理讲 应该是不应该党 也不要党 但是这个钱这样支出 有没有问题 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 这个我们最近通过是六年 但这已经是第二年 治水方案 那第一期的治水方案是六年八百亿 那你如果真的去看的话 你真的有时候 我们看的真的会吐血啊 这个这个钱 那么多钱花的是治水 但是那个治水的话 他怎么治水 有很多分配到各地方 政府去的时候 他这个钱就是变成是变相的 给他的什么 选举的庄角啊 或者是说 比如说你们这几个是支持我的 那你们就成立一个公司 那我就采限制性采购 然后就怎么样子 就你们你们就来来做 把这个钱就把它分散 就把它分散 那这样对这样好不好 这个这个是很很 那么多的钱 那没有人敢敢接受 那这个就这样子的把钱 浪费掉 那这个还是说 好这个就是说 如果说我自己去找我的庄角 来成立公司 这个还是什么 那这个的话 还有到时候选举的时候 很有可能 会被人家挖出来 这个他们还有 另外还有的是 你给他看的话 治水的时候 那连用那种政策性的 是什么 来 也不能说他舞弊啊 但是就是用政策性的错误啊 像第一期的治水方案里面啊 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几的经费 是用在什么 景观工程啊 当然我们不是说 你不能做景观工程 但是问题是 这个是要做防洪要治水 你应该是要做主水坝 或做堤防 这个才 你要你要做景观工程 你另外再编预算 来做景观工程 那你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治水的方案 所以我们就骂他说 那你这个是用景观 他们来治水来防洪 这样对不对 这个都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很多的这些经费 他是不是 有很多 我们台湾有很多经费 不是没有钱 钱给了很多 但是什么 执行的时候都很变糊烂 或者是什么 他变成是 他去做他的这些装脚 选举的绑装啊 或者是说 他可能用途的话 是什么样子 不是直接给这些 而是说 你这个社区的话 那要再要做 我就给你做个景观 那在很多河边的 做很多的景观公园 我们不是说他不对 只是说 你这样子来讲 跟你的目的 有没有相符合 这些的话 都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预算审查 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啊 那再来就是说 很多考察啦 会议的费用 是不是必要啊 这个我想最 最最最最典型的例子 那个我们在座 我们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台东来的啊 台东的话 你们 ok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批评你们台东啊 但是这真的是很多 大家在讲这些会议啊 那个台东的县长 是那个什么 对不对 矿力争啦 有没有 那大家就想说 很离谱啊 这个 一个 一个县长怎么 出国的次数那么平缓 而且会议呢 那么多啊 这个 我不知道说台东人 看到这个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是这个真的是 我们在预算 在编制 在审查的时候 大家就把这个什么 会把台东县政府 这个拿来做 做例子说明啊 这个我 不好意思不是说 在批评台东 只是说我们 我们是想说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 这个 看起来就像一个娇娇女 他怎么 也可以当县长啊 他当县长的主要工作是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各机关的什么 小金库林立啊 那这点也是 很 我们议算里面 很多的 我们在讲讲说 很多的支持 都要经过什么 经过议算 然后都要监督 要控制 尤其是公共理财 支出的控制 是不是很重要 那在行政单位的话 他很多 他就是 不想要被监督啊 所以就有什么 首长会啊 或小金库林立啊 那这一个 举个例子来讲啊 比如说像 雇工的话 是隶属于哪一个 是雇工 我们是 外双 市里那个雇工是隶属于 教育部 对不对 他是不是公务预算 公家提案 但是 雇工的话 他们 也一直想 也要成立一个什么 他们很多的小金 他那个我认为 那个也不是小金库 那还蛮大的 你知道说雇工的话 像我们如果去雇工的话 我们会不会 他是不是有很多什么 纪念品 对不对 那纪念品的话 尤其现在卖的最夯的是 那个什么 那翠衣白菜 有没有 那个我如果记得好像 一个买起来还像什么 一千多块啊 那你给他看 那个一千多块 他那个成本大概多少钱 应该是很便宜 那个大概是 什么 那个塑胶的 细的那个 大概应该是一个成本 大概一两百块 两三百块 你看那个例子 尤其最近路客来那么多啊 那个是不是 故宫那个是不是纪念品 是不是 那他这些纪念品谁在卖 他的一个什么 员工消费合作社 一般我们印象中 消费合作社一定是什么 一定就是我们内部这些员工的 这个 是不是规模都很小 但是 故宫的员工消费合作社 规模大不大 他不要说别人 他就光卖那些纪念品的话 他就一年就可以赚多少钱 那他们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 一个小金库 这个 所以说像类似这些的话 都我们都可以来说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追加议算 特别议算 常态化 这个 也是很多行政单位 都会用这样子 什么 就是说 把这个追加议算 这个 我们照理讲 这些追加议算 或特别议算 应该是用在哪里 一些特殊 或者紧急 或者是重要的 这个比如说 像我们 几年前我们不是发生 921大地震吗 这个921地震来之前 有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 会有这么大地震 所以我们在年度议算里面 会不会有这些救灾的经费 当然不可能编 但是既然921地震来了 这种的话 我们所以 你看那个那么大的灾害 我们要赶快附件 要救人 要不要花钱 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921地震 我们赶快来追加议算 特别议算 921 这个什么 特别议算 这个合不合理 这个是合理喔 这个像921地震 这个发生了以后 这种紧急或重大 这种东西 我们来编这个 但问题是 像这种以外的很多 现在各单位 有很多这些什么 追加议算 或特别议算 太过于腐烂了以后 就有没有怎么追加 或特别议算的作用 那个就有问题啊 这个如果说只是议算 编的方法的技巧不好以外 那如果说有很多 甚至很多的机关首长 就会利用这个来做什么 上下其手啊 他会怎么样子 编一个比较小的议算 台湾化台湾会一过 叫做什么 头都洗掉了 没你要怎么 是不是这样 他可能 他就是年度议算的时候 可能编一个都没有问题 然后可能比如说编个 很少 十亿二十亿很少的一个 而且这个你觉得 就是这么少的 十亿二十亿 就是这么少的议算 而且看起来都没问题 你准了以后 对不对 那后面来说 就开始跟你 这个还要再追加什么 追加什么 那单位说 起床按半了 有没有 他就是这个先做了 比如花了一 十亿二十亿做了以后 然后后面才跟你讲说 这个还要再追加多少 你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跟他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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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 对啊 他都 他可以帮你讲很多理由说 对这个要花 你说不可能要花 不可能要前面都撂去啊 那看你怎么办 是不是这些议算 或特别 是不是都被他绑住啊 那这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哪一个 是不是核市场 对不对 核市场不是一开始 啊怎么样 我们要 现在核市场变成我们台湾的 议算的一个无底洞啊 你说好吧 把它封存不盖 他跟你讲他不盖 我们还要赔人家多少 或者我们投入多少钱啊 这个是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台湾的核市场 所以 这个追加议算 特别议算 这些都是我们 这些问题啊 那以上来讲我是 就是举例一些我们常见的缺失或者是 那当然这有些是缺失 是不小心的速食 但是有些来讲 可能是这些行政单位 他们的什么 故意的这些方法 好那我们接着 再来跟大家讲的话 例如啊 审查实物啊 这些都是比较 那时间关系 我想我们就 其实这些都 可能还蛮值得 我们大家 那我们食物上来讲 有几个问题啊 大概跟大家介绍 就这几个 这个 第一个 法研依据啊 我们预算审查来讲 这个 看起来来讲是 好我们看第一法研审查 好像大家草草那 但是 这个 其实说起来也差不多啦 就像蔡家的讨价还价 这个 在蔡市长 差不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有一些什么 你立法研审查的话 总是要有一些法研医据 我们主要的法研医据来讲 有两个啊 预算法还有中央政府总预算的 这个审查程序啊 这个你们知道一下 如果说 以后有用到的时候 你们可以 最好知道 那再来审查期间的话 好 我们这个 预算审查来讲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 讲说 预算审查 我们通常 我们可以分成什么 刚才是不是有讲 讲说行政公务单位的 还有一个什么 各种基金 对不对 我们一般人会想到 预算审查 都以为行政院 各部会这个 其实不是 还有很多的基金 要不要审查 也要审查 那既然说 我们审查包含的行政院 公务单位 还有基金 那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先知道说 预算审查要在什么 我们会计年度开始 会计年度是不是 每年的1月1号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说 100 明年的预算 什么时候开始审查 是不是今年大概9月 这个会期 开始就要审查 对不对 那所以104年在这个会期 那会期来审查的时候 通常会先审查什么 审查这个公务单位 就行政院跟他所属机关 为什么 因为你这些公务单位 你如果在这个预算法规定 你要在他年度结束 开始前一个月 你就要审查完毕 因为你如果没有审查完毕 他这个公务单位 会不会停摆 会停摆 所以一般立法院 会先审查什么 行政院跟他所属单位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再审查他的什么 作业基金跟事业单位 为什么 因为基金来讲 他是一个独立的 如果说你审查 有点延误的话 他可以在上一期的规模里面 他还是继续先营业 所以影响不强 所以我们知道 审查期间 我们会分这两这两类啊 那通常是这个先审查 然后再审查这个 那审查的话 我们虽然是有讲 讲说是这个会期 九月份开始就可以进行审查 但是审查来讲 他们这几天 会九月份之前 会把预算书送到这个立法院来 但是是不是送来的话 就可以审查 没有啊 立法委员你还要看一下 所以通常他会排在什么 会期的中后段 所以说我们可能九月份的时候 很多委员收到议算书的 他就会开始来做一些花言啊 说啊什么怎么样 那其实这些花言 有没有 他除了说 争取媒体的曝光 跟给行政单位 预告我审查项目 对行政单位怎么样 还是没有耶稣利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审查的方式 在实务上 审查的方式的话 总类大概可以分成这两大类啊 一个是什么 策略性审查 一个是专业性审查 策略性审查是什么 是以政治性的考量啊 我们说这个预算 虽然是一个很专业的 一个会计问题 但是其实 他也是一个很政治性的问题啊 那策略性审查 最主要是以政治性考量 就是说也不用讲 这个比如说 像我自己本身所属 我们是台联党 台联党是很反对 我们政府 这个要亲中 要跟中国合并 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 我们的政策 来讲就是反对 你跟中国合并 所以我们有可能 把什么 把陆委会的 这些交流 或拜访的活动 就把你删除 这个有没有什么道理 说实在也没有什么道理 只是说跟我的政策 这个考量 我就这样子把你 把删除 这是什么 策略性的审查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就是专业性的审查 专业性的审查 那可能我就是 我为什么要把你删除 或者要怎么调整 我是以法规的 快省法规的规定 你这个跟法律规定不符 或者是说 我去找查核的技巧 等下会讲 查核技巧里面 我去找出你有什么问题 这种的话就是 专业性审查 那我们再来的话 就讲讲说 那预算审查的话 以立法院来讲 他有三个单位 会执行审查 一个是什么 预算中心 一个是什么 各政党的党团 另外一个就是 各个委员 那预算中心的话 他们也执行审查 但是我们知道说 预算中心 他这个是立法院所属的 他里面的成员 有很多都是公务员 所以这个预算中心的话 他是 代表着立法院去审查 这个行政院 他们的这些 那他 他这里面 因为预算中心来讲 他是很多都是公务员 所以他的 强调的审查是 比较中性的审查 他政治性比较低 比较不会 那他常见的这些审查意见是说 比如说像 各单位的影印太多 约固人员太高 财务结构不良 这些问题很多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你预算中心 提出这样的问题 行政单位很容易解释说明 例如说 你说他约固人员太多 他就可以跟你讲说 这是配合行政院的什么 人力精简 一切不补的政策所产生 我这个人走了 我不补 所以我就什么 约固人员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政府的话 是我们最大的什么 派遣人员最大的用的客户吧 对 所以这些 而且这些问题 很多都是结构性 所以问题是 每年重复的比例非常高啊 政府 你跟他讲问题 他他可以讲问题 但问题是改 能不能改进 那这种 议算中心每年他会去就行政院送来的这些议算 他提出很多问题 但是这种问题 塑在的 作用大不大 不大 他这个只有适合给什么 给一些委员 他 我们知道说 有些委员来讲 塑在的 很认真的 有些委员塑在的 可能是比较忙一点 比较忙 他比较忙 他自己也没有看 但是问题是说什么 你在议会 在立法院在审查的时候 那个什么媒体 摄影机在那边 那你 你都没有发言 怎么样子 有没有 那怎么办 他们很多适合这种 没有做功课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什么 题材的时候 他就是去预算中心 人家有列出哪些问题来 然后他 把这个问题拿来念一念 说代表他也有发言 他也有审查 但是这样子的效果 对于他的政党或委员个人的形象 加分大不大 不大 不大 这个只是说 预算中心 他是代表立法院来审查行政院的这个 但是这个可能功能不大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 立法院的党团 预算中心是那个立法院的那个什么 他们常设的一个机构 那每个每个党团在立法院也有党团的话 那他通常都是以党的立场来检视 就是执政党的施政报告 他通常会就整个案件来进行这个审查 例如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台联党 我们反对马政府的亲中 我们就可以就 他的预算是不是编得太高的宣传 我们就把它删除 这个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道理 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说我反对你的政策 我就把你删除 这个就是什么 党团他可能就实际上做这种事啊 然后又有可能什么 像前年不是美牛进口案吗 这个在立法院通过了 国民党他们要通过了 通过了我们知道认了 但是通过了就没有 可以啊 我们可以把你美牛相关的什么 要执行的费用 我都把你删掉 那都把你删掉 你没有钱你怎么做 那没有做 当然国民党他们就是 政府他就执政党 他还要再呼吁或者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来讲 我让你没有办法顺利推行 最少你再来吵一遍的话 是不是又另辟站场一次 这个就是类似一般来讲 党团他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委员个人 那个人来讲 可就个人的 这个关心的议题来加以审查 那比如说 像我自己本身 我以前我当过校长 大学校长对不对 我会不会对教育问题比较关心 当然会啊 那因为我比较熟 所以我就讲的 那再来的话 就像最近的这个 这个12年国教 这个预算审查 这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来讲 有很多可以讲 那我们在查核怎么查核呢 第一个来讲 我们就查核 他的有没有合法性啊 你说预算审核 是不是跟法规是不是相同 第二个来讲 是不是查核 他的合理性啊 合理性你要怎么来看 你就来看一下说 他跟他的施政计划 是不是有一致 你行政院长讲的施政计划 但是你预算 有没有把它落实下来 那再来就是分析性的复合程序啊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会计的一些科目来讲 他跟有一些关系啊 比如说你可以从他的一个公司或者他报表跟你讲 讲说他都没有负债 但是你去看他的利息支出一大堆 你利息支出一大堆 你跟我讲讲说你没有负债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就有问题啊 这个就分析性 那再来说我们可以看 从趋势分析啊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议算 他都有年度性 你去年来讲 金额是一百亿 今年为什么变成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一 那是不是合理你就要来看 那结构分析就是我们有些支出会 他有结构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那当然除了合法合理以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政治性的考量啊 政治性考量比如说像什么 这个羽情的环应啊 像最近不是十二年国教 不是整天大家都骂 我们在议算审讨的时候 这个教育部的国教署的议算 要不要特别的关心一下 当然要啊 那政党的立场主张 这刚才有讲过 还有很多是什么 如果说你是地方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你地方的需求要不要 要不要考虑要啊 那当然就是什么 委员个人的需求啊 你委员客的 你可能我想当每个立法委员 总是有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这些都可以来那个 那 议算审查的处理阶段 我们知道说议算 其实议算案也是一个 一个审查案的一种 所以法律案议算案 那也是要经过三读会啊 通常第一一读会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立法院或者立法委员 要提出相足够的议算案啊 因为你如果说你连提案都没有提 你跟人家讲说你多认真 人家会不会怀疑啊 所以你一定要提出有一个什么 相对的足够的议算案啊 可以凸显委员啊 跟这个党的努力 跟他的扩大影响力啊 但是也要注意 不可以太过于忽烂啊 以前也曾经有个立法委员 他自己一提案提了一千多个 那结果被执政党把他操弄说 他一千多个是什么啊 广发给各个单位 然后各单位就来找他谈 那就来跟人家谈条件 那这样子是不好的啦 那 那 第二个就是二读会的时候 就是这个到二读会的时候 通常都透过政党协商 那大部分的议算案在二读会 都会有一些什么 获得一些适度的处理啊 那到了三读会的时候 就是说你议算案会定案啊 那这个定案来讲 我们大概议算的审查定案 大概有分成三种 一种就是什么 删除啊 一种是统三啊 一种是什么 冻结啊 删除就是说你这个议算 我就把你删除掉 那你们认为说哪一个 行政单位会比较怕哪一个 行政单位来讲 有的人说会怕删除 其实 你删除到他变成没有钱 他事情不能做 这个固然他会怕 但是有时候你要注意 有时候行政单位 他本身就是不想做 对不对 但是他不得不做 那最好删除 他删除的话 他可以对老百姓就讲 这是立法委员 立法院或者议员 议会把我删除掉了 所以我没有钱我就不做 要骂你们去骂什么 骂议会 就像那个什么 治水方案啊 他不做 以后如果说什么 发生水灾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预算被删 你去骂他 所以删除 那统三呢 统三呢 统三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技巧 好我对你这个单位 我不是全部把你删掉 我就统三百分之五 统三百分之十 这个他会不会怕 他会怕 但是要注意啊 有的时候他统三回去以后 他这个机关手掌的时候 我整个单位统三百分之五 但是回去我可能 我分配到各单位不是什么 不是每个单位都统三百分之五 我可能我会怎么 这个单位我比较喜欢 我这个单位比较不听话 我就统三百分之五 我全部都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不听话的 全部都把它删掉 所以统三要注意 有的时候会变成是 机关手掌他的一个工具 那其实行政单位 比较怕的是什么 是冻结啊 冻结是说 你这个意思我没把你删掉 只是说 我要你来报告 或你来说明以后 解冻以后才让你用 那这个的话 一般行政单位会比较怕 就是他工作还是要做 但问题是你把它冻结 冻结三个月 他的执行期间就是什么 压缩了三个月 所以这个冻结的话 很多单位是会比较 比较在意的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跟大家做报告的这个 审查事务 那最后当然时间的关系 本来这个有几个 可以跟大家要谈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讲说 理性预算是不是 是一个天荒夜谈 这个是一个 理性预算是一个 是一个理想 但事实上在实物上来讲 它是一个天荒夜谈 为什么天荒 那见真是 见真的预算的迷思啊 这个也是学理上来讲说 我们是不是说 预算其实每年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节省时间 我们就真的 我们来审查 但是这个可能这中间 会有一些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 所谓灵机预算 这个有很多的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是 有志天书的把关欄 这个从一开始 就跟大家讲 预算不是一个无志天书 但是 它其实它跟什么 跟无志天书也是一样 很难去理解这样子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刚好是30分 每一次我都会 就讲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 当老师的 有一个 我有个发现 有个心得 就是上课辞到 都不用担心 学生会不高兴 学生都会跟老师 你慢慢来 老师你不要急 他们只差没有说 老师你最好不要来 那下课的时候 如果说 你没有准时下课 你就会发现 学生在下面 就坐立喃喃 一开始我也很不能接受 但后来我就比较自然 我就觉得说 不能怪学生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如果不准时下课 人家 学生下一节课 他们还有课 或者学生下课 他要赶火车 或者是说 他还要去补习 要去打工 他们很多人 你如果不准时下课 会影响人家下一个行程 所以我都尽量努力的话 不一定能够做到准时上课 但是尽量做到准时下课 那我们的时间刚好到了 那今天就上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赖校长交得好不好 好 再次的鼓励一下 然后我们说赖校长 谢谢 非常谢谢 我们相信 我们等一下就休息20分钟 休息20分钟 马上就回来就坐 座位还是保持干净 谢谢 谢谢 今天下课3点半下课后 有要搭车的 记得到前面办公室那边登记缴费 下课3点半之后 有要搭车的 可以到前面办公室那边登记缴费 谢谢